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持續帶大家來談的就是 總統賴清德 他之前講到的這個被說叫祖國論 以中華而民國為主體的祖國論 但是這個祖國論是不是也讓全民受害呢 因為看到中國大陸的商務部現在預告 對台灣的經貿要出招國台辦強烈的支持 而且說這責任就在台灣這一邊 但是我們的陸委會是嚴正抗議說 政府相關機關已經持續的進行沙盤推演 而且預作準備以確保風險可管 損害可控 但問題就在說這個ECFA是不是早收項目 恐怕會全面終止呢 這對於我們的一些台灣的農漁機械 汽車零件紡織等等的也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祖國論也被人家說 邏輯可笑這是誰講的呢 是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李正宏 他這個罵賴清德罵得很大聲 他說祖國論很可笑 中華民國憲法明文規定 兩岸同屬一中 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要如何切割 他說賴清德不要偷換概念 更不要數點忘祖 好但問題就在這個 中華民國雙始國慶有很多人說 我對中華民國沒有感情 這人叫做滅火器的主唱楊大正 待會楊明哥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他說他對他對中華民國真的沒感情 他說是感謝民主前輩的努力跟犧牲 然後讓大家在這個土匪政權的框架底下 還可以活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但是他被踢爆說 從2016年起就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千萬補助 所以有網友就說你又要嘴又要吃又要拿 順便立貞結牌坊的意思 好但現在這件事情也是被討論 因為之前這個吳康仁不是進軍中國嗎 現在安伯也祝賀中國國慶之後 他手露面 結果在這個打狗記上面 被大家用台獨的標誌來進行回應 有很多人在問說 你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在台下拿著台獨的旗幟 問他為什麼要祝賀中國的國慶 那因為他是以手寫信 祝福中國國慶 所以就被批評了 但是這個打狗記大獎上面 也被發現說 他是大陸的MG汽車 所以好像跟中國都脫不了關係 好但問題是現在是不是 綠營抗中有形成一個仇恨的氛圍 因為沈柏陽說 雖然我們是要講這個言論自由 不能在法律上規範 但他認為還是某些部分 要做法律上面的行為 來進行這個準則的規範 但很多人就說 那之前 這個蔡英文當陸委會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 我是中國人 我想讀中國書 賴清德在2017年 在議會上面也說 我是親中的沒有反舟 我親中愛台 那這樣的說法是不是也是一種 要不要查他們兩個呢 他們是不是也是一種 愛中國的表現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是不是一種審查言論 難道是警總復辟嗎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黑悟空最近終於可以在台灣過審上市了 所以很多玩家也蠻期待的 但問題就是 之前也有很多人是被抓 說你怎麼可以在玩 黑悟空 包含我們TVBS政論節目主持人翟軒 他也被查了 但現在過審了很多人說 那是不是代表民進黨你們現在是支持統戰的嗎 哇 這帽子也很大 但是很多人是這樣討論的 陽明哥 首先第一個就是賴總統 他們的這個不管是主國論也好 或者是他的國際演說的這個大概 他在國安團隊那位匿名人士 不是說不管賴說什麼 對岸都會展開聯合利劍B的演習嗎 我們現在看到對岸有演習嗎 這個520的就職演說 對岸是在5月22日就是第二天 這個講完後的第二天 發動所謂的宣佈開始啟動軍事演習 好 今天已經10月13號 已經進入到第三天了 目前對岸有在做所謂的宣佈一個什麼 聯合利劍B嗎 有聯合利劍C嗎 沒有 沒有看到 我們的國安團隊怎麼了嗎 還是這個就是你們一貫的這個套路 就打預防針 如果有演習 你看你看我們說中了 好 這個叫包牌式的預估 毫無意義 特別講一下這個滅火器的主唱楊大正 他發的這篇文章我必須講 關鍵在於說是因為你瞧不起中華民國 你不承認中華民國 你說中華民國是什麼 土匪政權的架構 可是我去查了一下 你過去這些年 賺中華民國的錢賺得很多 你只想補助 很抱歉 演出你到中華民國的政府機構所辦的活動演出 尤其國慶 跨年 元旦升旗 這些都國家慶典 你參加的可多 你要不要講一講你這些活動 你出來演出 你是參加哪一個國家的國慶活動 是台灣共和國嗎 那這些也就算了 你拿了這些錢 你說什麼 我都有繳稅 我們哪一個人沒有繳稅 有繳稅就怎樣 你繳的是哪一個國家的稅 中華民國 你不是討厭中華民國 你可以 你在這一次的事件 你可以不講中華民國 你可以 你不喜歡中華民國 你不用出來罵他 更何況現在連你賴清德總統 都講中華民國 你們這些獨派才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 自己的定位 去跑去安普的演唱現場 舉台灣獨立這個棋子 意義沒有 那個沒有意義 你們應該要去賴總統的公開行程舉 因為他現在是中華民國派 他沒有要台灣獨立 他的務實台獨現在叫中華民國 各位獨派的朋友 各位台派的朋友 你們現在該去抗議的對象叫賴清德 至於楊大政 你說什麼 我們是什麼 什麼什麼 帶風向要攻擊 你拿這些補助 我跟你講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你該你的就是你的 但是你不要拿了國家的錢 又嫌國家髒 這種行為我看不下去 你可以閉嘴 你可以從此以後不參加 中華民國政府辦的所有活動 更不要說 今年有一個國家交響樂團辦的活動 預算還保密咧 還說是商業機密 邀請你唱歌 還要保密咧 很生氣 好 但剛剛我要講一下是安普 焦安普 因為之前我都比較常講彰顯 所以剛剛有稍微念錯跟大家更正 洪輝姐怎麼看 其實不只楊大政 大家記得那個 那時候跟高嘉瑜一起參選 這個立法委員的吳辛戴 他還講說中華民國不是我的祖國 我的祖國還沒有單身 其實他參選的不就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楊大政也好 或者吳辛戴也好 這是他們的言論 其實因為台灣就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 所以我們當然聽了非常生氣 有人要參選 以後他參選上他當然就是拿公堂 對不對 有人要拿我們的納稅人的補助 可是我就要請問沈柏洋 因為你現在是立法委員 你又講說如果是修法的話 就是會有前置言論 但是應該要有準則 那請問準則是什麼 也許在沈柏洋的 他的準則裡面 就是像楊大政跟吳辛戴講的就是好棒棒 不是嗎 如果是別人的話 只要稍微不順他的心 他覺得就是認知作戰 然後他就要用所謂的準則 來規範你的言論 甚至限制的言論 而且一旦用法律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要有一些法則 就是說我們今天不只是賴清德 有這種非常 真的我們覺得非常獨裁專制的一個想法 連你用的不分區立委 不是就被你提名 這個我忘了是第一名還第二名 對不對 不是也是有這樣的想法嗎 只要不是我的想法 這是非我族類 然後我就可以用法律來規範 來管理你 我甚至來處罰你 那同樣的嘛 就像我們在講黑悟空 當時不是也講說黑悟空是認知作戰 那我請問你一下 現在通過了他可以在那個台灣上市 我們我們的玩家不需要再跨境 請問一下這是我們的政府就是協同認知作戰 中共同路人 抓出來 對不對 誰通過的是不是就中共同路人 太扯了 我們很多的事情 一直把它弄成一個意識形態 不停的撕裂 不停的對立 不停的製造仇恨 不僅於此 包含今天馬上就要結束的一場罷免案 不是也是一樣製造仇恨嗎 製造對立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清德中 你作為一個雖然你是40%的少數的總統 當你講說你要跨裏域 跨區域 跨黨派 跨朝野 要來做團結的時候 你真的是做團結的事情嗎 你在團結上面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嗎 還是我們只是聽你字說一套做一套而已 確實我們在這塊土地上面 身分認同的問題還蠻大 貓哥 我覺得身分認同其實都是 綠蘭過去用假的意識形態 在捆綁各自的信眾 玩出來的後遺症 基本上我們的國家不務實 是來自於政客不誠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都需要去坦白面對的問題 賴清德要講祖國論 他最好搭配聯合國2758號決議 一起服用 講清楚一下 在你心中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 到底長什麼形狀 以及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 現任台澎金馬地區的 實質的領導人總統 你告訴我們 當你仇恨的中國大陸揚言 ECFA早收清單 可能10月底或是今年底 他如果全面取消掉 那我們如何自處 或是我們這些貿易的單不見了 台灣的工作機會以及國家的稅收怎麼辦呢 我們還能像以前一樣得了便宜還賣乖 天天罵中國大陸 然後蔡英文跟你說我稅金超收 超收來自於哪裡 你拿貿易量出來彈出來看 大家其實都會知道 詐騙集團 他對於受害人 跟把錢被他騙走的人 他也不會有情感 就像有人說 他拿了中華民國的標案 拿了中華民國的補助 拿了中華民國的薪資 祥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